小金刚会客室 各位同学们 这会来做南台湾之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各位同学们 理会一位 CodeGate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面存风 幸福有风 那是高雄小金刚 身体健康 万面存风 走路风 我是高雄小金刚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南台湾之声 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 由我主持的节目 小金刚会客室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飞碟联播网南台湾之声 FM103.9 YouTube直播 UFO1039 并且追踪我的脸书高雄小金刚 许志杰 以及IG LEER0105 今天节目里面要剪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我们方启峰 主任秘书 主蜜你好 委员好 我觉得我对农业局印象很好 因为听到农业就想到好吃的水果 好吃的蔬菜 所以今天呢 请我们主蜜 其实来 要特地跟我们分享 其实高雄真的是蔬菜水果最丰富的 跟全国各县市比较起来 可能没有其他的县市比我们高雄还丰富的 我们高雄是在亚热带的气候圈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 其实是非常像长年性的有 那季节限定的也有 所以相对起来就会觉得高雄水果很丰富 像我们长年性的水果 我们有巴勒木瓜香蕉凤梨 那这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那再来你看我们还有像年初的蜜枣 蜜枣就所谓人家讲的台湾青苹果 那之后还有我们全年盛产最有名的 燕巢大社的巴勒 那再来我们五六月有个季节限定 非常大家最喜欢的玉核豹荔枝 那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的梅子 我们的梅子也是全国产量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啦 在全国大概有三成 那再来就是我们高雄最特别的金黄芒果 它一颗芒果最大可以到一公斤 整个的肉质非常鲜明 而且它的纤维很少 那再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岗山熔岩蜜 那再加上我们一些像红豆、毛豆、白玉萝卜啦 所以大家都觉得高雄的农产品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很好吃很新鲜 之外呢今天要请主蜜再跟我们交多一点 刚刚你说那个一年四季都有的水果是哪四个 木瓜、芭乐、凤梨香蕉 木瓜、芭乐、凤梨香蕉 所以我们记得如果你要吃这四种水果是一年四季都有 是的 那再来就是说我吃这个水果有什么分别 比如说我们刚刚主蜜提到的那个蜜棗 蜜棗就是泽子嘛 对吗? 泽子就分我来照嘛 比如说不一样的地方 那泽子和高雄的泽子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别 蜜棗的主要产区就是在高雄跟屏東 高雄跟屏東 那以我们蜜棗来讲高雄大概主要产区就是在燕巢跟大社 那这两个区有它的土地的问题 所以变成让它的这个规矩也很好吃 包括我们的芭乐和蜜棗和蜜棗 都几乎是同一个山枯 所以这个蜜棗其实它的品质也有很多 最古早的人说三木 就是一般的最古早的人说最一开始的蜜棗 那到我们现在我们有蒸蜜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品相 那现在的蜜棗我们在吃 基本上它的皮衣很漂亮 那里面它的肉质多 加起来更脆 现在大概是我们的主流高雄蜜棗大概就是这种风味 就是我们高雄蜜棗比其他地方的棗子要大颗 然后那个皮比其他地方的棗子还要薄 然后肉汁吃起来又多汁又甜 很汁 汁就是很多汁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好 主蜜要教我们多一点 就是说除了我要平常吃 吃大家都知道怎么吃 吃了以后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差别在哪里 一方面增加知性的感受会快乐一点 二方面知性快乐吃起来感性也会更快乐 所以就是说吃东西 我们要多学会一点品尝 这样子你吃东西还可以跟人家讲出一点点道理 感觉上那个道理在做形容的时候 那个喜悦会不一样 而且多吃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枣跟芭蜜 这是我们在燕草大社那边比较多的 那因为燕草大社它的土质 是的 它的土质是什么泥浆啊 它是属于比较比较 露股浆那种的 露股浆那种 那个算是地质 其实不是很好的地质 就孔隙多 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也多 所以刚好我们的巴勒主要产区 那又有蜜藻 所以变成在这个地方我们像我们的巴勒在全国拍卖市场几乎都是最高价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燕草在针对这个 在巴勒它在悬果的过程中 只把好的送上去 所以变成在拍卖市场 人家一看到只要是燕草 巴勒 大概连开箱都不用 都不用燕了 品质保证的 就直接就收了 因为他们本身看到一些比较有 有些瓜瑕疵 他们就把它打掉 就不懂批发市场 所以我们第一好吃 第二价格也稳定 所以在整个的 这个地方大概也是整个经济的很重要一个来源 那农民他除了常年性的巴勒之外 他也会去种蜜藻 那蜜藻大概就是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2月 那这段时间 其实刚好也是我们的过年 所以其实我们都 农业局这边也跟农民 还有农会这边都有在合作 我们会想办法去推直销市场去送礼 大家如果在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开送我们高雄的青苹果 让民 让送也很有喜气 所以我们有之前在 这个叫巴枣节 巴勒枣子节 在年初 巴枣节 巴枣节 这个巴枣节 所以也会让民众知道说 其实高雄的这个水果在很不同的地方 他种出来 那我们经过选果的过程 还有农民他会去培育 嫁接 也会让这些品质他变得很好 所以变成相对的像 这些蜜藻他在过年时候在卖 其实他很喜气 所以买气也很够 所以其实也都很 协助农民他来种植这些 也都能有比较多的获利 对 所以 枣子跟巴勒在燕草跟大色比较多 比较好吃 那大色的枣子 他还有一个 我听说有浇牛奶 就说他好像也是盛产牛奶 那还有浇牛奶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我们其实高雄的续产业 其实也是很多 那这部分有时候他们就互相结合 就把一些牛奶 就倒在我们的 这个枣子 这个树的下面 别人去吸收营养 所以说 人家说牛奶枣 让他吃了 他的肥 他里面吃起来就特别白 肥子会比较 好 营养素又够 所以我们高 台湾农民 其实都很厉害 他们在针对这些培育 可以用什么样的 这个不叫肥料 但是它是营养素 用什么样的营养素 跟怎么嫁接 在什么时候去处理 在温室网室里面 让你的农产品好吃 哇 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高雄也很厉害 所以在这几年来 他评鉴来讲 其实我们的蜜澡 在全国的评鉴来讲 都是巴德头丑 所以 大虾 据说他其实牛奶也蛮盛产的 对 那他不是那么奢侈 拿牛奶去浇 不过我后来有问一下 就说 他是因为牛奶有一些过期的 正常的是给人喝的 但是有一些过期的 既然你要倒吊可惜 虽然是过期 但是也不是坏的 所以他就干脆拿去 刚刚竹蜜提到的 就交到枣子上 所以我那时候当凤山市长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大社乡长 现在在当议员 我就跟他说 哎 幸福啊 您大社乡有三宝 对三宝 他就讲 牛奶啦 巴辣啦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给你接你 以后是这样 大社乡三宝 巴辣牛奶做 然后这样又有韵嚼 所以你一听就记得 大社乡三宝 巴辣牛奶做 所以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 再请主秘 再跟我们介绍 很多好吃的东西 背后有一点小故事 你下次再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所以辛苦到今天 又不在说巴辣牛奶做 只有我在说而已 我跟他说的都不会忘记了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郭勇修金刚 立委肯定杰 今天访问的是我们 农业局 我们的方启峰 我们的主任秘书 主秘你好 我也好 所以今天主秘到我们节目来 其实 除了 介绍我们高雄的农特产品之外 最主要是教我们 怎么吃 去享受那个风味 这样人生的体会会不一样 不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简单的 我就是吃而已 我吃的有品味 我吃的有感觉 我吃的有自信 嗯 所以那个大仙有三宝 八辣五零座 那大仙的座子 有一些会 用牛奶浇到他的 当浇水 浇施肥一样 但是那个牛奶 是过勤的啦 但是没有坏的 给素去吸收 所以我们的浙子 就咬到的香味不一样 是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大社的蜜棗 那刚 那个主秘也讲到那个 番石榴 芭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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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蜜跟大仙 芭蜜主要是它的地质 它的地质 是属于泥岩 在传统来讲 它不是很好摘种的地质 是的 但是呢 它不适合摘种稻子 那它却是适合摘种 芭蜜跟藻子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叫做人生哲学 是的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只有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 就像 我们在挑男女朋友 不在挑老公 太太一样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 才是最好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从水果跟地形 就可以误出这个道理 哈哈哈 还有呢 那个 有荷包 玉荷包 这个也蛮特别的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玉荷包的特色是什么 为什么会特别好吃 我想高雄的玉荷包荔枝 它产期就只有三个礼拜 大概是在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跟六月的第一二个礼拜 产期非常短 而且那段时间 其实也会有时候会遇到下雨 所以其实每次的产量都不多 尤其像今年来讲 我们今年一开始还有一些含害股 就是它温度不够低 所以它就没办法结果 所以在我们这个玉荷包来讲 它在全国拍卖价 其实价格都很高 那民众大概只要知道 那段时间大概就知道 哎 那时候像我们台湾 高雄有名的是玉荷包荔枝 那全国还有很多像蚵荔啊 准米的啊 这个也是都很多 那高雄主打就是玉荷包荔枝 那玉荷包荔枝 它跟一般荔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的籽很小 那它的肉很多 所以你一吃起来的时候 你几乎都会吃到很大很大的果肉 所以变成其实 台湾的民众都在多段时间 都会非常期待这个玉荷包荔枝 那这个玉荷包荔枝 在高雄的产区最主要是在大树 那像我们旗山啊内门这些也都有 那这一些玉荷包荔枝 它吃起来 其实感受也很好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来 也都有在跟一些贸易商合作 我们的玉荷包荔枝也这几年来 几乎每年都会外销到日本 而且价格也都很高 都是以鲜果的方式出去 那经过检验之后 我想这些都是安全的 所以送到国外 其实国外民众也都还蛮喜欢的 玉荷包为什么会 跟蚝蚝蚝啊 他们会有这些差别 是品种改良 品种改良 是我们农业局还是农业部门去研发的 他也是我们高雄大树的一位老先生 然后应该是 好像黄金代老先生的样子 我记得是金代 对 那是他研发的 他就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蚝蚝蚝啊 这些就是比较传统的栗枝 他其实他脂很大 对 那好吃啊但是问题你的脂就很大 对 他整个外观他的皮是有点比较 黑色 天红色 对 那你玉荷包荔枝在外观上 他就会有点绿绿的 他在莫多那里头上 会绿绿的看起来就 哇这个色系就很很饱满 那他刚才有讲到 就是他脂很小 肉又多 所以你如果要去做 当然做加工是他单价比较高 但是他肉就比较多 那脂又小 那你变成在 吃起来的话 其实民众他会比较喜欢 所以在整个大树 在高 在整个高雄 我们就几乎就是以 玉荷包荔枝为荔枝的大宗了 那蚝蚝蚝啊 就相对是比较少 那像在中部 黑夜荔枝就非常多 对 所以黑夜荔枝就是 一般我们所谓的比较正常的荔枝荔枝啊 那玉荷包荔枝就是从蚝荔枝啊 黑夜荔枝改良过 变成不一样的品种的 玉荷包荔枝 是的 那刚主媚提到了 其实玉荷包有个笑话 哦 什么笑话 主媚应该很熟啊 哈哈哈 他是有点颜色 但是呢 我们不要往那个方向想 我们要正面的方向 正向 正心正面正能量 正能量 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我描述一下那个 他是用台语讲的 他说玉荷包 他那个皮很薄 那脂很多 脂很小 所以他叫做什么 要往正面的想 他叫做奶脂啦 奶脂荔枝嘛 奶脂就是 脂就是奶脂 那他就是什么 脂 脂脂脂 脂脂 脂很小 脂皮薄 脂要薄 脂要薄 脂很薄 脂很薄 脂摘这个 脂多 脂多 脂肉厚 肉很厚 所以你看 他这个荔枝 有他这个特点 我刚讲到 有些人会想 歪不过就是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他有这样子一个小的 算给起来回来 这也是我们那个 浴荷包的一个特点 所以浴荷包之外呢 现在要带我们去吃梅子 我们的梅子 大部分都是在像圆明区的地方 我们纳玛西亚 桃园 那还有像六龟 甲些都很多 那我们这边的梅子 基本上都是在 比较偏向有机的地方种植 它有机面子 有机种植的面积很大 它又是属于比较野放型的 所以变成它基本上就是安全 无荣药为主 所以变成这个每年大概三到四月 也是我们梅子的重要产期 所以我们高雄的梅子是安全无荣药的 是的 那其他的地方的梅子 呃 他们我想大概像 南投姓益香 他们的梅子大概就是经过921之后 他们就去矮化 所以变成他们的梅子是属于大颗的 就是实际看起来就很大颗 对啊 我想大概 他们也应该都是用安全用药 那因为我们地形位置不一样地方 他们的梅子比较大颗 比较大颗 他们的梅子比较小颗 对 品种不一样 呃 它我们是属于干采梅 所以它是属于看起来比较像树的样子 所以你梅子比较高 它变成你要去采它比较不容易 但是在南投那边的话 他们也是有经过矮化 就跟我们的果树一样 像巴勒它也是矮化下来 那你矮化下来之后 它种的就是产量 它产量就比较大 所以它基本上它矮化了 它可能也多施肥 也用一些安全用药 那让它的果实变得比较大颗 那我们因为高雄是野放嘛 所以它变成自然吸取我们土壤的肥粒 所以相对它长起来就是比较小 我们都是野放的 都是野放的 他们都是有机栽种的 变成矮木 他们就是矮化 把矮化下来 所以在采相对也很多 这和我们六菇的参帝 和一般的参帝 有一种类似的东西 是 你看一般我们在喝茶的茶叶 它都是山坡地种植 都是灌木 对 就是矮灌木 采山茶都是采矮灌木的山茶 但是我们六菇的山茶 是桥木 是野放的 野放的 所以你看 这高雄 这高雄可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委员真的专业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几乎都是黑梁茶 黑梁茶就是灌木 所以就是要修剪 我们六菇山茶 在台湾的山茶大概是从南投 一直到高雄 之后再到台东 所以山茶的范围大概在这里 那我们高雄的山茶面积也是最大的 而且就像刚才梅子一样 它也都是在我们桃园、六菊、茂林 这些地方也都是圆明区 所以基本上它是自然野放的 所以变成我们的茶也是跟梅子一样 它是很安全的 所以在这几年来 我们大概市政府这边 也都跟农民这边有在推广 所以在去年度 我们六菊新发社区 拿了它的山茶去比赛 那它用我们高雄的山茶制成 白茶、红茶、清茶三种品项 去国外比赛 去比利时比赛ITI 结果它有两项拿到最高荣誉三颗星 白茶跟红茶是最高等级 清茶是拿到两颗星 所以总共我们平均大概是2.67颗星 所以就等于相对也是跟世界讲说 我们在高雄的原生山茶 它跟世界的茶在比 它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在这个山茶产业 其实在整个六菊附近 它其实在近期真的是 非常的繁人 做得非常好 那最近在茶该厂 他们有研发一种新的制成 也是在他们8月3号厂庆的时候 有公告叫台湾陈茶 它那个陈是一个木字旁的陈 就是那个茶汤看起来有点像陈色的感觉 那它其实就是属于重尾雕 清发酵的茶 那它所用的材料就是我们高雄山茶 所以就是茶开厂 它其实也看到高雄在这一块其实做得不错 所以我们大家就彼此合作 所以在这半年来或在下半年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台湾陈茶的一些产品 会从高雄六菊这个区域开始会往 开始会做出来之后跟茶开厂合作 迈向全国 所以我听竹蜜这样讲 我有一个哲学观可以思考 我觉得还蛮好玩 我们的高雄的茶跟一般的茶不一样 我们的六菊山茶是桥木的是野放的 那一般的茶是灌木的矮灌木 是的 是栽种的比较多 那如果是梅子呢 我们也是野放的野生的比较多 那其他地方的梅子像蓝头 它们那个梅子是比较矮 矮树 矮树 它们就是比较人工栽种的比较多 对 所以 有一句话叫做佳花哪有野花香 这好像有点哲理 就说它是人工栽种的比较像佳花 它是野放的比较像野花 所以佳花没有野花香 但是野花不能随便栽 栽的要负责任 哈哈哈 那基本上 其实我们只是纯粹做这个哲学思考 就是说 野生山茶 野生梅子 的确是有它那个野生的味道 是的 所以 其实我还蛮喜欢喝六菊山茶的 真的喔 我平常 其实我茶不内行 不过就是说 正好 我当市长的时候 丰山市长的时候 那是我的副市长 他爱喝茶 那我就不知不觉 就耳濡目染 就喝一点 喝一点 那喝到现在呢 其实 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将来你就喝到山茶 你甜一下 闻一下 喝一口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东西 我就把它称作那个 山茶 山茶 你喝到那个山茶 它那个气味 跟我们一般 矮灌木泡的这一首 不管你多高级 你包括 大鱼脸的 阿里山的 就不同的高山的城市 泡出来的茶 一般来讲 都是矮灌木的茶 它就是有茶的 它个别个别的风味 但是 六菊的山茶 你就给它喝 那个跟这里每一种茶的味道 都不一样 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所以我就把它称叫做山茶 所以 欢迎大家有机会要买我们六菊山茶 这个 顺便推销一下 我讲的是事实 真的你给它细细品尝 它真的有山茶的味道 我们的山茶因为它是乔木 所以它的根系很深 那它能够吸收很多的养分上来 所以 它的风味一般来讲会比较厚实 那乌龙茶 台湾的乌龙茶在世界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它都是清新乌龙 像我们高山乌龙 洞顶乌龙 这些都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茶 但是因为我们是乔木 所以在风味上确实就是不一样 那因为它是素所以 它也相对比较耐泡啦 我们自己在泡的话 有时候泡到七八泡味道都还蛮不错的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农民 还是有一些它可能较特别地方 它可能泡起来说泡到十几泡都还可以 哇这个也真的是很棒 所以茶其实一般在分好茶坏茶 这个每个人每个人品味 但是通常好茶的就比较耐泡 是的 它可能比如说山茶它经过天地日月的精华 受过那个风吹日晒雨淋的折磨 它依然能够坚强的那个奥力在这个世界上 那长出那个丰盛的成果 所以难怪它会比较好喝 有韧性的山茶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我还蛮喜欢一种植物叫做矮仙丹 矮仙丹 矮仙丹 矮仙丹我那时候都还蛮夸奖 矮仙丹你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是它如果开花花期的时候 你看它马路整条都开花的时候 就是红通通的一片 还蛮漂亮的 而且矮仙丹比较好整理 我都称它叫做耐寒耐汗有坚强的生命力 所以虽然一颗不起眼的矮仙丹 你给它赋予这样一个生命的哲学的意义 它的感觉就不一样 确实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玩我们的哲学 而且让吃水果又有哲学观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错 不错喔 拉高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那个你们农业局可以思考一下 参考一下 好 芒果呢 哇芒果台湾芒果的品种有很多 大家比较知道应该就像艾文 艾文你想 屏东跟台南来都非常有名 那我们高雄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金黄芒果 那金黄芒果就是我们黄金黄老先生 他去研发出来的 所以他主要产力就是在我们六龟 全台湾来讲大概高雄的金黄芒果面积也是最大的 金黄芒果它也是很大颗 肉也多 脂也小 皮也薄 皮也薄 大家都一样 那这个水果到最后就是这样 你能够让它皮更薄 肉更多 脂更多 脂更多 脂更小 这个就是一个 让它改变的品质 所以金黄芒果也是这样 金黄芒果也是这样子 所以 跟我们的玉和包有异取同工之妙 有 对 跟玉和包一样 脂是小 肉多 脂多 皮薄 对吧 也是也是 好玩 然后呢 台南的艾文跟高雄的艾文差不多 艾文就是 艾文芒果 艾文芒果 在市面上 市面上是艾文最多 那确实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想 艾文它在外销也是很有竞争力 包含到日本啊 这些都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那因为高雄这边 我们最主要就是因为黄金黄老先生他做的嘛 所以在整个区域里面 我们就是专门去做这一个金黄芒果 那金黄芒果 我想大概有时候 农产品在卖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产季的问题 那我们金黄芒果 因为又在六龟往上到桃园 也都是在这些原住民部落 所以相对它温度比较低 所以我们产期 一般可以拉到八月中 八月底 有时候可以到八月底 但是艾文它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六七月 所以变成其实 就是彼此之间让你的产期去做一个区别 那你农民在种的时候 它 或许艾文是大家比较认识的 但是在这个季节 我的金黄芒果就只有我有 所以相对的 它在价格上 农民其实也是还不错啦 对 金黄芒果有个台语的俗称 你听过吗 没有 不知道 委员说一下 给我听看 我讲这个有点粗俗不好听 不过就是传统的 我们听到的 他们传统的 那个 在讲芒果 他说芒果最主要 就是这两种 这种叫做蓬哥山 这种叫做蓝芭山 有听过吗 我不是故意要讲粗话 是一般的坊间的长辈 他们就是这么称呼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就看外表 那个 金黄芒果是不是很大 大 最大的可以到一公斤都有 对吧 对 很大 所以很大 前显易懂 听懂 那就是 这样子 那 二语文芒果为什么叫蓬哥山 外观跟 苹果一样 红红的 是啊 你跟他比较嘛 你是艾文芒果 跟金黄芒果 金黄芒果就是 比较大嘛 嗯 你刚讲的什么 皮比较薄 肉比较多 籽比较小等等的之外 嗯 他比较 就是一般的 那个芒果的颜色 加一点绿色 啊 啊 你看艾文芒果 他的那个 外表的颜色 嗯 就有一点比较像 苹果 跟一般的 芒果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他有红嘛 对 有啊 对 所以这样子 吃水果 以后吃这个 你就发现 为什么我吃水果感 感觉不一样 哈哈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蛮喜欢吃蜂蜜 哇 这个蜂蜜 那个 我们都有那个 大岗山 荣原蜂蜜文化节 哇 是的是的 我们今年的 大岗山 蜂蜜文化节 排在8月31到9月1号 啊 8月31到9月1号 快到了 快到了 在我们阿联的如意公园 就是大岗山下面 那个停车场公园 啊 会在那边办 我们每年都在那边办 啊 所以那个听众朋友记得啊 8月31到 9月1号 9月1号 这两天 记得到我们大岗山 来看我们的龙眼蜂蜜文化节 啊 等一下休息一下啊 再请我们主密跟我们报告一下 那个场子大概是怎么办的 大家去可以享受什么 优惠 这样我去才有兴趣啊 绝对是优惠满满 对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听主密跟我们报告 谢谢 谢谢 这是每个活動的 这样吃水更有趣 如果真的要吃水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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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丰主蜜主蜜你好 我也好 我们已经吃了好几种水果了 现在 要到我 我很喜欢吃蜂蜜 我每一次那个 有时候如果出国 住饭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吃特别多 因为那个早餐 都是随便你吃 我每次都弄那个什么 那个松 松饼 松饼不是都有格子吗 我每次就用蜂蜜 把那个格子填满 然后那个咬下去那种感觉 真的是 让你觉得 不止嘴巴很甜 心里也很甜 真好吃 所以我蛮喜欢吃蜂蜜 那我们的大冈山 农远蜂蜜文化节在8月31跟9月1号两天 是的 那我们去可以 表演可以有什么 优惠 让我们会想去呢 当然来到产地买 我们的大冈山的蜂蜜 就一定是有优惠 这是一定的 所以 我们除了游客你过来 可以买到比较品质好 价格比较便宜的蜂蜜之外 我们还有蜂就是穿 让那个叫蜂衣 蜂蜂蜂 让那个蜜蜂包着你身上 全身都是蜜蜂 如果民众喜欢的话 也可以尝试看看 如果没有 其实现场看你会觉得很震撼 因为 整个人身上只都出一个脸 其他全部都是蜜蜂 我本来也想去试试看 蜂蜂蜂蜂蜂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专业 我也大概都是看看而已 对 其实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刚刚主秘提到那个蜂 在整个人蜂蜂蜂蜂 我有到过现场 看过 不过几次我也忘了 那好几次 就整个人 就像主秘提到除了脸之外 其他全身通通被蜂蜜 那个可能要几十万只 就是在你的身体 整个人通通 周遭全部都是用蜂蜂 占满的 对蜜蜂 那看起来第一次看的时候很刺激 我觉得说 真是不简单 所以 那个请我们听众朋友 要看到这个现场 去感受那一种气氛 我觉得蛮值得的 所以去看我们的蜂蜂蜂人的 现场的表演 去打折 这个一定要的 所以也欢迎到我们那个 大岗山 龙眼蜂蜜文化节 记得一定要去 除了我们吃吃喝喝 水果真的是大家最喜欢的 每个人不管是吃饭前后 不管是有什么机会吃水果 都觉得很高兴 除了水果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市集 我觉得平常可以介绍 让我们 那个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参观我们这些市集 那我想我们其实刚才介绍那么多的农产品 其实听到了想买 要去哪里买 那其实我们其实有很多在国内的大型通路商 像在家乐福 大润发 还是像我们的顶级超市也都有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固定也会办一些文化节 像刚才讲的 大岗山龙蜂蜂蜜节 风鲤文化节 金黄蜂蜂蜜 旗山香蕉节等等 那像市集的部分 我们市集原则上就是让 我们产区的农产品 高品质的农产品来到我们的市区 能够让市区的民众现场就可以买 所以变成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市集 一个是神龙市集 它是每个月的第四周的周末 六日 每个月的最后一周 最后一周 最后一周 的礼拜六日 对 会在我们的凹子底森林公园 你可以坐轻轨过来 你也可以坐捷运过来 来这边采买我们的农产品 那这个农产品 我们现场大概都一次都有一百摊左右 那高雄有占七十摊 那剩下大概会有三十摊 那我们邻近的一些县市 他们如果一些农产品要进来卖的话 我们这边也开放它进来 所以同时民众你来这边 你就可以买到高品质的 而且来到这边也都是经过我们在地农业局 或者是农会做推荐 所以大部分都会有一些产销履历 有机 就所谓三张Q 品质筛选过的 对 就是安全 清洁各方面都没问题的 对 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次的 那再来我们还有一个每个礼拜都有的微风市集 那微风市集它主要的农产品 就是以有机为主 那它是有机为主 那它在每个礼拜六 在我们凤山富佑 很久了 在我们凤山很久了 这个很久了 这个从现政府时代都有了 很久很久了 我当市长那个时候就有了 就一直补导到现在 那这一场也是我们最久最久的一场微风市集 那之后我们慢慢的又开发跟他们合作啦 所以在礼拜六上午 客家文物馆在同盟路 那里有一场 那在礼拜天 我们的廉池坛高雄物产馆 旁边的小公园停车场 也有一场微风市集 所以民众其实如果要去采买到 刚才我们讲的水果 或者是蔬菜 其实这些市集它都可以很直接去 让民众可以去买到 所以要让民众的脑子里面装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如果你想买有机的蔬菜 有机的 那在我们的微风市集 都是属于有机蔬菜 所以你每个礼拜都有机会买 那要去哪里买 就是在我们凤山的富佑馆 前面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那里有个广场 很大的广场 还有客家文物馆 客家文物馆 这个是在每个礼拜六 上午到凤山 或者是到客家文物馆 每个礼拜天上午 可以去廉池坛 高雄产馆 物产馆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去买到 你要买的有机蔬菜 是的 那你要买一般的 不是除了不是有机 就是一般的 所有的农特产 就当季的 当季的一定是在那边又可以比较便宜 又可以注重品质的 就到我们的神农市集 当然它是每个月一次而已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而已 就是由我们的神农市集 所以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报告一下 就说 这个是我们农业局 长久精心设计的 如何让我们都吃到最好吃的水果 是的 那除了刚才介绍之外 如果在网路上想订购 可以在我们高雄首选电商平台 它也会有一些像包含是伴手里拉 或者是新鲜的蔬果 那再来想吃些水果做成的餐点 我们高雄也有推一个 绿色友善餐厅 那目前已经有45家了 也都是用高雄在地的食材 它减少碳足跡 而且也有安全认证 也让大家能够吃的安心 那这一些都是 民众可以想要吃到高雄 丰富农产品的地点 所以今天主命一来跟我们讲 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怎么去买得到吃得到 是的 下次有机会 还要请主命来跟我们说 还有什么好玩的 葱龙一起的角落来讲 我们要让它变成好吃又好玩 对大家来讲 就会有更高的兴趣 也增加生活的乐趣 今天很谢谢我们主命 特地播控到我们飞铁电台来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要再请主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还有哪一些好玩的 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先谢谢我们的主命 我们的农业局 我们的起风兄主命 谢谢主命 谢谢委员 也谢谢各位观众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上网搜寻 粉丝的联络网 南台湾之胜 YouTube直播UFO1039 按赞订阅开启全部小铃铛 南台湾之胜IGUFO1039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